大家好 这一颗裸根的月季 前几天跟大家分享过上盆配土的一些技巧 那么这几天已经长出了一些新芽 很多花友买裸根月季回来 养着养着就死了 很多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没有正确的处理掉这些刚刚长出来的新芽 因为这些刚刚长出来的新芽消耗的养分比较多 这个时候我们刚刚上盆 根还没长出来 根没长出来 消耗养分 那么它这个主干的养分就会缺失 缺失之后 那么它生根就会比较差 生根差了 那么我们养护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慢慢的枯萎死掉 也就是说很多花友说 买这种月季回来养不活的原因 即使它长一些新芽出来 开了一次花 它也不一定养得活 也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抹掉这些芽 不要那么多 最好保留一个就够了 大家看到没有 保留一个到两个 像这个地方保留一个 这个地方保留一个就足够了 这个地方又长出了一个 经过这样处理的话 这种裸根叶剂才好成活 虽然说它前期芽少一点 但是后期它的根长出来了 那么它就会生长得非常的旺盛 那么我们种这个裸根叶剂 长芽多 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 如果不处理的话 很快整颗根都会死掉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